謝謝主席,我們請次長 曾次長 官員好 次長,你去營建署多久 大約半年 過水一下,回來本行 不過去了半年而已,所以本席要問的事情 你當時也在,算熟悉 因為我關心就是台北市政府 目前有宣告說 他們今年5月要調整計程車的費率 目前還沒有確定時間 還沒有確定時間 但是有可能會調整費率 是不是 有這樣的說法 需要跟你們承報嗎?需要你們核准嗎? 這是地方權責 這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 就因為是地方政府的權責的時候呢 中央政府應該要負的責任 你們就應該要及早去盡責啦 要換費率 要調整費率 涉及的就是又要換錶啊 你的計程車收費錶 如果台北市政府現在換費率的話 調整費率的話 計程車就要換錶對不對 然後就會變成又是一張對照表 在那邊人工處理 當然換計程車的計程車表 電子表的話 當然是智本知道 但如果這個來不及的話 也可以用對照表先行做過渡也是可以的 對 就是永遠這麼落後 那你記不記得當初部長 葉匡時部長什麼時候 曾經承諾過什麼時候要換計程車表啊? 今年7月 胡說 102年 2013年12月27號 葉匡時喔 在廣播節目喔 對全國公開承諾 半年內要全面更換計程車計費表 並予以補助 那時候講的半年會是什麼時候? 就是2014年的6月 葉匡時第一個承諾是2014年的6月要換錶 然後呢 他還十分的批評 沒辦法印收據的計程車表 非常的落後 不符合現代國家要有的進步象徵 所以你看這是2013年 2013年12月的時候 他說明年就是2014年6月要全部換新 離現在多久啦? 離現在多久啦? 一年多啦? 全世界任何手機的廠商研發新手機喔 都不要一年 一年一款 研發新手機 這多麼的競爭 多麼的高科技 多麼的困難 人家就一年一款 就新手機 你弄個計程車的收費表 到現在一年半了還弄不出來 那就兩件事啊 一個就是你們真的很爛 都沒有行政效率 一個就是一款是很爛啊 信口雌黃啊 隨便騙騙社會大眾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高速公路ETC收費的時候 亂七八糟 用一張好大好大張的紙 讓計程車司機不知道怎麼收費 那時候他就隨便跟社會這樣講一下 好 你看看你們的進度 本席就在他承諾2014年4月 差兩個月 差兩個月就應該上市的時候 我問過他一次 那他又重新承諾 他又重新承諾說 半年後會先有一個檢疫的收費表 然後運研所曾經在研發 已經在研發 那你看2014年4月的半年又是什麼時候 他把他研到2014年的年底啦 從2014年的6月應該要上市 然後跳票 然後第二個承諾是2014年的年底 然後運研所那時候已經在研發囉 那現在2015年3月了 又跳票一次 又跳票一次 你知道現在的進度是什麼嗎 現在的進度是什麼 我們應該可以在今年的7月 把這個表做出來 你又承諾一個 但是還是需要跟中央標準局做介紹 我算給你聽 你有沒有辦法今年7月 你們現在的進度 研究報告好了 研究報告出來了 研究報告出來 你知道你們告訴我的程序是什麼嗎 3月17號各單位 要來協調各單位要修法 3月17號才要找各部會 相關要修行政法規 然後3月24號開公廳會 開完公廳會該修的法規 你想想看這大概又去了半年 然後你才公告 公告標準 公告標準以後才給廠商下去生產 生產以後才要去測試 你說今年年底啊 目前我們草案已經出來了 3月17號請大家來研商確認 看有沒有修改意見 24號才要公廳費 不需要修法律 它是一個行政規則 這是你們告訴我的行政程序喔 我不管你現在再承諾一個日期 來 你承諾什麼時候要上路 什麼時候要換表 交通部的部門我們7月可以完成程序 但是還要請中央標準局跟我們一起合作 所以啊你還是要跨部會啊 是 你跨部會以後最後公告的結果還要生產 生產完還要測試才能上市啊 好啦告訴我們啦 再告訴我們承諾一次時間啦 我們會協調中央標準局跟我們一起來努力啦 不敢承諾你看 一轉眼就兩年了 光一個計程車計費表 搞兩年都還沒辦法上市 好那你今天還是不能承諾時間 還不能承諾時間 那你跟我承諾功能 你知道要有多少新功能 你們確定了嗎 你說你們確定了嗎 好 那列印證明收據 這個有沒有要做 有沒有 這個有 有好來 告訴公路通行費計算及顯示 有沒有要做 這個有 有齁 來日月間費率自動轉換有沒有要做 這個有 語音輔助有沒有要做 這個很重要 這個有 一定會做喔 承諾喔 這個有 但是每跳一個表就會告訴 告訴 告訴乘客嘛 對不對 這個對於失障者非常重要 但是對於一般乘客來講 其實也很重要啦 也可以啦 是提供服務嘛 每跳一次表就會語音嘛 對不對 這是未來的新表嘛 好你承諾會有 那另外 GPS導航輔助或擴充 這個選配 既然這是一個 他們自己選配 好 然後 不同縣市的費率切換呢 這可以 這一定會做嘛 可以做到 那營業交易費率等資料的儲存 這個 還有列印 這個是他們一定會有的 是 那本席告訴你 我們不要永遠停留在非常保守沒有進步的空間 本席說過就是說我也在這裡質詢過裡面也答應我要研議 然後當時呢本席質詢的時候要求你們把它列入新的計費表裡面去設計 結果現在出來沒有了 那就是什麼 就是行動通一 多國語言的行動通一 韓國有 台灣的計程車大家要知道 對於國際人士來台灣觀光而言 台灣的計程車其實是非常好的服務 因為第一個我們跟全世界其他的城市比起來我們計程車會非常的便宜 這一次連勝文就是說要讓計程車分享這個國際化的商機 可是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你拚命的措施就是叫計程車司機去學英文 你這個目標很難達成啦 計程車司機要花多少時間去學會一個英文來跟外國人做生意 所以本席已經在這裡一再講了你要做新的計費表的時候 你就把多國通義把它設計進去嘛 韓國很簡單 顧客一上來 他問你是講什麼話的 然後電話拿給你 通義中心就問你要去哪裡 然後電話拿給司機就上路了 你只需要有一個多國翻譯的一個語言中心 的一個話語中心 你把它設計進去表裡面擴音出來 溝通一下 然後就急襲的翻譯 這是行動的通義 你們結果沒有啦 所以這次又失望了 這部分我們是有預遊功能擴充的這樣的擴充功能 現行的是並沒有設計進去 沒有嘛 他剛才可以擴充 但是我們觀光局目前有0800免收費的 觀光局已經有電話服務 你沒有在計程車上面做這個設施啊 對 觀光局可以用手機就直接打0800免計費的免收費的可以 那你叫計程車打手機就違法啦 恐怕還是要停在路邊來做先做確認 是啊 你可以讓它變成是一體成型的這種快速的國際化的一個計程車的服務 這個非常重要啦 你趁著要做新表的時候 真的來不及設計進去嗎 不是 這個跟業界的製表成本有關係啦 他是可以將來擴充 他覺得有需要可以擴充 你至少研究出來再說嘛 可是我就看你 結果答應說要研究結果研究報告沒有這一項 是可以擴充的啦 但是業界本身要有它的一個 好 那講到這裡部長你到底 次長你到底能不能承諾什麼時候新的表會上市啦 我們7月可以完成交通部的準備工作然後再跟中央表演局一起合作盡快把 所以還是 還是沒有計劃 其實要有魄力 我就是定一個日期拼命也要把它拼出來 現在就是少這樣的魄力的領導 這我是很失望的 剩下來的時間本期還是回到文化資產來談 你們在四五月的時候要做公路總局歷史相關的幸福公路館對不對 要建立我們國家公路 來 趙劇長 這個我是很支持 你們大概這個館的歷史會怎麼做 我們會把整個館分成四個時區 大概是從公路總局開始以後 嚴格而來的歷史嗎 對 這是整個台灣公路的歷史 台灣公路的歷史 那會接受到哪一年的歷史 有沒有要做百年歷史的一個幸福公路館 我們過去的資料 過去的資料 日據時代資料那個是比較少 那我們現在來講說 只有一些少數的資料而已 那我們再問我們的相關的書籍記載會有 至少你不能夠用你們現在官網網頁的史關來做這個幸福公路館 那這個官網部分本局嚴格當然是用民國35年成立開始 錯 不應該 因為這涉及你們的史關就涉及你將來要做文化資產的保存 或者是要建立你的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你知不知道 以日本來講 他是不是亞洲我不知道 是不是全世界我不知道 可是從日本的歷史來看 台灣的歷清 台灣的歷清 用歷清鋪設道路 是出現在1907年 台灣的台北市 所以是先從台北市有 才傳回去東京 然後到東京了以後 回日本了以後是1925年 日本才正式稱冠於日本 時間到 才正式引進 所以台灣的公路史 是非常多史料的 是非常多史料的 你們怎麼看待 我給你看一張圖 最後這一張圖就好 你看這一張圖 這是大正三年十月成立的土木局 他的這個塔 當時成立的這個塔柱 現在還留著 可是有沒有被你們好好保管 沒有 結果他變成怎樣 他變成把大正三年 改成民國三年 這個塔柱明明是 大正三年十月成立的土木局 可是呢 你卻讓他變成是民國三年 那剛好大正三年就是民國三年了 因為這麼巧 你們就把大正改成民國 就讓他變成是這樣 所以那個文化資產的保存 其實交通部設計的就是台鐵局 在我們的書籍裡面會有做記載 我不是在跟你講有書籍就好嗎 你現在要做幸福公路館嘛 你現在有文化資產要保存嘛 你文化資產要保存 你有幸福公路館 今天我們尊重下一位委員發言的時間 就是台北機場 太北機場有人進去站在那個溫泉的噴頭上面拍裸照 這個都涉及古蹟的保存怎麼管理的問題 這有些是涉及地方政府的權責 來 好謝謝我們館委員 所以你們那個四五月的幸福公路館記得 絕對不可以說讓那個館變成是民國三十五年以後的嚴格來做 好私底下討論好不好 好謝謝館碧琳委員的質詢